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当然是带你来看看我住的地方 怎么样 不怎么样 这么个破烂的地方 你也住得下 他不是那么能打吗 会医术更懂得塞外的催眠之术 他长满了锋利的獠牙 怎么会任由别人将自己欺负成这个模样 看南宫妍的表情 季清雪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了 那时候他是不在这 他要在这 还能让七清灵母女骑到自己头上 那才真是见了鬼了 你看那儿 一到下雨天 这房子就到处漏水 那儿漏得最厉害 有一次 我冒雨自己去修纳屋顶 结果脚底踩滑 从屋顶摔了下来 当时我躺在地上 周身疼得无法动弹 冰冷的雨 不停地拍打在我的脸上 当时我心想 是不是 我就会这样静悄悄地死了 南宫妍静静地听着 未发一言 尹玄调查的结果说 季清雪 原本在丞相府 只不过是空有着相府二小姐的头衔 实际过得比府里最低等的下人还不如 在我的记忆里 娘是个很温柔的女子 在我很小的时候 她便去世了 一场大火 尸骨无存 我的母妃 也是很早就离开我了 再这么难 还不都挺过来了 嗯 再难 也都过去了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的天船 真的批评了啊 我要拍我